在我后面是保罗时期 以佛所的戏园 这戏园直径495尺 朝向宽广的街道 路旁居住林立 非常壮观 街道更可直通港口 可见当时的以佛所 是一个经过精心设计的城市 圣经讲到当时的人 在戏园这里高声呼喊 一起聚集反对保罗 大声叫喊亚迪米女神的名字 因为以佛所人一直尊崇亚迪米女神 现在保罗所传讲的基督 威胁了亚迪米女神的地位 及他们制作偶像的生意 所以群起攻击保罗 最后城里的书记安抚了众人 事件获得平息 而保罗也被迫离开了以佛所 在罗马城市里面 一个城市的剧院或戏园 他们座位的数目 是等于一个城的十分之一 在这个地方可以坐两万人 可见保罗时期 以佛所城的人口 大概应有二十万这么多 以佛所古城是现今土耳其 保留的最完整 面积最广阔的希腊 罗马古城遗迹 从现在的遗址可见 当时的街道 房屋 店铺 浴室 戏园 图书馆 神庙等等 依然清晰可见 唯独当时被称为 古代世界七大奇观的 雅底米神庙已不复存在 只剩下一根石柱 就正如保罗所说的 人手所做的不是神